用卡式炉的朋友们看完这个视频可能会救你 以下五个高爆炸风险动作一定不要做 1.禁止使用过大锅具 如果你的锅具面积盖过了气罐参的上面 那火焰面积就会随之扩散到气罐上 不需要太久气罐就会爆炸 2.禁止逆风使用 在有风的环境里使用卡式炉 千万不能把气罐位放在远离风向的一端 风会导致火苗倾向气罐的一侧 产生过热爆炸的可能 防止吹灭火苗导致气体漏出 3.禁止两台并排使用 放上一块大铁板 把两台以上的炉子并排操作 但也是特别容易过热爆炸的 4.禁止高温环境下使用 在夏季的室外温度能达到40度以上 而气罐一旦超过了40度 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 5.过压保护时禁止强行使用 现在大部分的卡式炉都会配有安全罚 一旦安全罚过压保护弹罐时 如果这时硬要把气罐装上 那最好先查查自己 今年保险期续费了没有 以上就是几个比较重要的卡式炉使用安全提示 远离危险